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刚才提到西游记 记得那年 小编最喜欢做的事 便是把床单披在身上 然后双手合十 盘坐在床上装观世音菩萨 一般会许个愿 希望父母早日归来 86版的西游记 就这样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但实际上 早在1927年 上海影戏公司就拍过西游记 只不过当时只有一集《韩斯洞》 据史料记载 上海影戏是由杜宇先生独资创办的 此人早年参加过国民党 后来因为不喜欢观察商那一套 又没有当兵的潜力 便带着全家移居上海闸队 靠贩卖毛弹发家 1920年 他一手创办了这个影戏公司 自己集编剧 导演 美术等六个身份于一体 据民族的血液艺义书记载 祝宇先生创办死公司 是为了捧红自己的好友殷明珠 而后者也的确具有明星的潜质 特别是他在西游记盘思洞中的表演 给人以耳目以心之感 他主演的《蜘蛛经》 妖而不厌 性感中透露着一股子的霸气 特别是他和猪八戒在河里的那场戏 当时没有特技 也没有前抠图 殷明珠为了演出蜘蛛经那调皮 阴险又带着戏谑的感觉 连续三天泡在河水里 一个动作 一个表情的琢磨 这种精神 是现在那种手磨破点皮 就要死要活的人所不能比的 另外 据史料记载 这部西游记中的大部分角色 甚至是后台分工 都是杜宇的亲属在做 比如说该片摄影师杆干亭 是杜宇的侄孙 演白衣大士的贺荣珠 则是他的外甥女 所以当时有人说 这是部最廉价的电影 暗据史料记载 就是这么一部没有小先种 低成本 无特效的电影 却在上映当年就盈利五万余元 而当时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 月薪不过三十元 两者一对比各位就能想象 这部影片在当时有多卖作 但在中国 啥东西只要一红 便会惹来争议 据史料记载 1929年 影片被禁播 理由是阴明珠的裙子太短 露出了大腿 有伤风化 后来虽然一度解除了禁令 但第二年又再次被禁 这次的理由很高大上 设计封建迷信 宣传怪力乱神 从此 这部中国最早的西游记 变神秘再没出现过 直到前几年 挪威国家图书馆在整理藏品时 无意中发现了这部中国无声电影的考虑 终于一步旷式 其座再度出现在世人的眼前